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 人生境界与文学格调 我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两个词 格调这个格大家看到 它左边是个木字旁 右边是各种各样的格 左边这个木字旁是表明它什么意思 右边这个格子是表明它有什么声音 格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很长的木条子 我们老走中没有池子 没有池子它怎么弄呢 它就把那个长条子上面 画了很多等距离的线段 就是把这个长格把它做池子用 表明说今天的女孩子找男朋友 她要1米75 我打个比方说1米75 在这一格 我没有打到1米75 我在这一格 她帮我一亮 我打到了1米75 这一格没有啊 没有 所以就叫我不及格 今天顺便说一下 这里很多女的同胞 找男朋友 这里不一定要1米75 听懂了没有 1米75也是可以的 今天的很多女同胞 尤其是大城市女同胞 当了圣女 不是掉标准太高了 你开始会把掉标准点高 比如说我开始的标准1米8 周边找一下找不到 马上就将到1米75 1米75找不到 马上就将到1米7 1米7还找不到 马上就将到1米65 不管怎么样 总要找一个 听懂了没有 我有个基本标准就是 好男人和坏男人 仅仅只是量的区别 有男人和没有男人 才是质的区别 听懂了没有 我在讲调 调到开始都调 调的意思就是和 调和和是同一个意思 调就是和 和就是调 调就是把几种东西混到一起 和也是把几种东西混到一起 古人他把几种东西调和到一起 就成了调 我们湖北省历史博物馆 有个编钟 它编成了调 调就是从人口里发出来的 所以就有了声调 音调 声调音调 它代表人的才华 所以就有了财调 调调这个词 什么时候才连起来的呢 现在还没有考证 大量的使用调调 是在唐朝 大概开始使用 或者有格调这个意思 开始 大概在东汉末年就开始有了 东汉末年 国家大烂 国家的意识形态解体 大家知道汉朝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呀 儒家思想 西汉有个皇帝 叫汉武帝刘崔 他有个重大的国家政策转向 叫霸出霸家 下句是什么呀 斗争如数 霸出霸家 斗争如数 结束了中国 春秋战国以来的 拔花启放 霸家正名的局面 所有的思想都停止 人们不能信了 都不能存在 只准一种思想存在 什么思想啊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就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 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 统一思想 听懂了没有 统一思想 无价思想一个特点就是高调的道德主义 对人的心目做得很高的道德规定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谈我家里同意思想 当然我写的完了 我的老婆一直主张要同意思想 我是这样开头的 我说我的太太一直主张家里应该同意思想 大多小时候她都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望 她是我家中说一不二的大大 她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 刚结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 以后家里的大事你说了算 小事由我来管 我集中的要死 我说我的 我说我的命太好了 怎么起到这么好的老婆 听懂没有 后来我才发现 我交进了粪坑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个大事 我就想发表了点意见 她马上就说 这么点小事 你个大男人还要管 我结婚了三十多年 我家里就没有发生过一件大事 那么统一思想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东汉后期 儒家思想一个特点就是 对人的行为做得很高 都到了规定 你看人意理智性 忠孝结义 要全部做到 人就变成了什么人了 圣人 那么做不到怎么办呢 东汉末年 整个当官的 就是好话被他们说尽 坏事被他们做尽 老百姓开始不相信当官的 最后不相信朝廷 最后朝廷 不管说什么东西 老百姓都不信 国家意识形态崩溃 一崩溃了 只要意识形态崩溃 不管国家多强大 这个国家肯定瓦解 东汉末年国一过来 我们国家就是哪个朝代啊 三国 三国就是分裂 我在这里和老师们讲 无家思想强调道德 你们知道吗 有个男的在外面侠来 他老婆气愤的要命 马上给他的丈夫写了一首诗 有两句 你一听就知道 看哪个什么朝代 知君是当子 见切亦倉家 听不听得懂 倉家就是倉妇 知君是当子 我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 我告诉你 我也不是个好东西 听懂了没有 我们两个人拉平了 那么你就知道 那是个什么样的朝代 那是个什么样的朝代 那么这个时候 人们看中什么呢 看中气质和风斗 格调就是气质风斗 那么那个格调 它到了唐朝 就大量的使用 大家看看有首诗 就是秦桃玉的贫乳 贫乳就是穷人家的女儿 蓬门为时起罗乡 蓬门 蓬就是草 蓬草 起罗就是零罗绸淡 她说我是个穷人家的女儿 从小就没有穿过零罗绸淡 你多两美一字上 就是我想找个媒婆 我还没有找 我就很敢上 原因是什么吧 古代结婚 讲究门当户对 古代的贵族的后代 绝对不可能找一个 下层的人民女儿 来做老婆 如果一个贵族的后代 她找到了下层人民的老婆 她这辈子就别想混了 那么今天也讲门当户对 但不严格 别人说只要她长得 走格的漂亮 还有走格的狡猾和手腕 她就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降到豪门 听到没有 古代再狡猾 再聪明 再漂亮 再有手腕 还是不行 水埋风流 高格调 这个风流 就是风流人物的那个风流 高格调 就是很高的气质 这让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都有病 像我这样高格调的女孩子 他们不喜欢 他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共年史诗 剪书章 剪是个假戒字 假戒危险的险 什么叫险书章呢 就是打扮着起一张衣服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有病 像我这样高雅的女孩子 他们不爱 他们就爱着穿着很溜的女孩子 听懂了没有 当然唐朝的男人少见头怪 真正的显瘦章 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见得到 听懂了没有 你看夏天里我们的那些女孩子 各个都穿得惊心动魄 那就叫险收张 听懂了没有 敢将食指夸真巧 他说我愿意给任何一个人比赛做针线 比赛心灵手巧 不把双眉都画长 但我不愿意在收张打扮 在画眉上和别人一笔高低 苦恨年年压针线 压针线就是刺绣 为他人作嫁衣裳 他说我最痛恨的是 我每一年要刺绣很多漂亮的嫁衣 可惜我一件都没有穿过 全部被别的女孩子穿了 我们民族的成语 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就从这个诗中间来的 好我再说 这首诗大家看有格调 他的主的思想古人叫恨价 这首诗他表达的就是圣女的哀怨 听懂了没有